9月18号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即将要举行历史性的公投 苏格兰即将要决定是不是要脱离英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一旦公投通过的话将会终结英国300年来对苏格兰地区的统治 长久以来在苏格兰支持独立跟反对独立的人口总是呈现五五波的态势 例如在一场反对独立的造势活动中也不过就在几天前 都还会看着拿着yes牌子的人出现 也会看见支持独立的人在现场表达自己的立场 民调总是起起落落 过去总是反对独立的人都会比支持独立的人都还稍微再多一点点 因为大部分的人担心也无法想象一旦脱离英国联合王国 苏格兰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国家都还有一些疑虑 不过就在日前一份民调结果让苏格兰地区的人民相当振奋 也让英国政府相当恐慌 因为9月8号一份民调显示支持苏格兰独立的人口已经超过50% 而且高于反对独立的人口 这是今年以来的第一次就在公投前10天竟然出现了支持独立的人比较多的民调结果 这一切都跟这个苏格兰民族党的推动是有密切的关联的 苏格兰这个地区过半的人口是盖尔族人跟英国人是不同的人种 讲的不是英语是盖尔族语 长久以来就认为自己是被英国殖民的民族 那么照片中间拿着One Opportunity的牌子穿着西装 您现在看到的这一位就是苏格兰民族党的党主席 这个党以盖尔族民族认同为主要的诉求 以追求苏格兰独立为主要宗旨的政党 多年来很积极的推动草根运动 提醒人民说自己应该要脱离英国 终于到今天看见了成效 很多人拿着蓝底白色X符号的苏格兰国旗 说苏格兰必须要独立了 那么现在在苏格兰高喊Yes 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口号 很多人在T恤上面会印Yes的符号 在项链上会刻上Yes的符号 那么都会要写上Yes 甚至连蛋糕这种小点心也不要忘记 在吃下肚子之前也要高喊一声Yes 要人民支持苏格兰独立建国 这会是历史性的一刻 尤其对苏格兰的盖尔民族来说 将会是关键性的选票 9月18号即将要公投 苏格兰能不能独立建国 答案即将要揭晓 就在人群的簇拥身中 画面中右侧穿着黑西装的女性 是苏格兰民族党的党主席 还有画面中穿着白西装的女性 是苏格兰民族党的副主席 跟手持Yes标语的民众握手致意 民众高举着苏格兰Skotland的拼音标语 还拿着象征庆祝的气球 因为就在9月8号就在苏格兰独立公投前10天 一份民调显示 全苏格兰已经有超过50%的民意 支持苏格兰脱离英国成为独立的国家 苏格兰民族党在1934年就已经成立 是一个左派的政党 政党成立的目的就是以推动 以盖尔族人为多数的苏格兰 可以脱离英国独立成为一个国家 不过支持独立过半的民调才刚刚出炉 现任英国首相克麦隆就即刻前往苏格兰 在这场公开记者会呼吁苏格兰人不要冲动 总理甚至用心碎来形容 不过在过去300多年来遭遇英国统治的苏格兰人 并不领情 这次是今年第一次支持苏格兰独立的民调 首次一度突破50% 而且投票时间剩下不到10天 9月18号就要投票 如果公投结果确认苏格兰要从英国脱离出来 成为独立的国家 首相科麦隆就将成为300多年历史上 失去苏格兰的首相 而且执政党即将失去现有40几席 苏格兰籍的国会议员会导致在野党 攻党反而成为国会最大党 科麦隆就必须在大选前提前辞职下台 首相科麦隆要苏格兰人想清楚 这张选票不要随便投 总统一位置信息 因为总统一位置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 总统一位置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 总统一位置信息 英國執政的保守黨 以及組成聯合政府的自由民主黨 前往蘇格蘭 說服蘇格蘭人不要脫離英國 連最大反對黨工黨 也陸續前往蘇格蘭宣傳 試圖從歷史 政治跟個人前面 打動蘇格蘭人的心 認為不要輕易脫離英國 首相親自抵達蘇格蘭 英國政府不斷提醒蘇格蘭人 離開英國必須承擔許多政治 社會 尤其是經濟上的風險 不過蘇格蘭人認為 300多年來 這些話實在聽太多了 目前蘇格蘭人口大約有530萬人 其中有84% 也就是445萬人 是蓋爾族人 蓋爾族語是塞爾提克語的一支 跟愛爾蘭語、威爾斯語 以及歐陸原住民族語相近 反而跟日耳曼族語的英語大不相同 蘇格蘭曾經是獨立國家 長達好幾百年 雖然曾經一度被羅馬帝國併吞 但隨著西羅馬帝國崩潰之後 根據傳說 畫面中的肯尼斯一世建立了阿勒巴王國 也就是蘇格蘭史上第一個獨立王國 阿勒巴在蓋爾族語中就是蘇格蘭的意思 但隨後由於17世紀爆發光榮革命 畫面中蘇格蘭王查理一世拒絕接受君主立憲的制度 遭到改革派勢力處決 從此蘇格蘭被英國併吞 但也從這個時候開始 蘇格蘭就一直存在著爭取恢復獨立的呼聲 這樣的呼聲長達三百年 一直到今年的九月一號為止 贊成跟反對的蘇格蘭民意 一直都還呈現五五波 獨立會不會讓蘇格蘭在經濟上徹底崩盤 是不敢選擇獨立的人 內心最大的疑慮之一 尤其當九月八號這一天 當支持獨立的民意過半 英國的金融市場即刻慘跌 在英格蘭地區手上拿著NO 反對獨立的民眾也大有存在 統派的政治人物不斷打出安定牌 要蘇格蘭人千萬想清楚 民主待說明不喜歡 暫時予想不喜歡 暫時予想是不放大 地區埠起碌 禁止 是關於一方面的問題 你關於一方面的問題 那些固定民意 會抱著 自己什麼錢 我們用 所以 我認為 我認為 最好 必要 固定 需要 支援 稍 成 以外的大小的事件 是由於成為一種大部分 成為英國的一切 我不想看到任何安全 我不想看到任何安全 我們曾經過那裡 這就是當中有不確定 我相信我們會贏到明星期 這是最好的方法 為健康支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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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教育 為我們讓我們保持更好的領導 讓我們保持到年代的領導 年代的領導 英國政府現在交頭爛額 因為9月18日就要投票 9月8日支持蘇格蘭脫離 英國獨立的民調一度 還突破百分之五十 政府釋出利多 英國財政部長George Osborne 接受英國廣播電視公司 BBC的訪問的時候表示 如果蘇格蘭還願意留在英國 會願意釋出更高度的自治權 所以你會看到這幾天 一個計劃的行動 提供更多威力 更多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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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8日支持獨立的民調 已經達到百分之五十一 小盛想要繼續留在 英國聯合王國的百分之四十九 這是過去兩年宣傳活動中 獨立派首次壓過聯合派 而且還有百分之二十二的人 根本還沒決定 還有大批的中間選民 都可能進一步影響公投的結果 英國政府從上到下 從首相到財政 國防外交大臣 都忙得暈頭轉向 不是親自走訪蘇格蘭 就是不斷的透過媒體喊話 不過蘇格蘭民主黨的黨魁表示 這些承諾都來得太晚 他應該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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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尊重的 公民、全民谦 全民民族 都可以來回應 這位議員 那些人 大眾人 都會被 後來歷史 因為全部都比 上去 就這麼兵 他們都在 这是苏格兰被英国统治三百年来关键性的一战 以盖尔族人居多数的苏格兰常年争取 已经享有部分的自治权 在1999年已经拥有自己的国会 针对教育 健保 环保 住宅 还有司法权 拥有立法权 更进一步的就是近来不断被讨论的Devo Max 最大限度的最高度自治权的版本 在这个版本中除了国防跟外交事务 还是交由英国管理之外 其他所有权力都交由苏格兰自治管理 过去一直以来的公投都显示 苏格兰人比较倾向高度自治 而不愿意脱离英国 过去民主党的政治力量 始终无法成功推动独立的氛围跟力道 不过就在过了几个月之后 民主党推动苏格兰独立的成果 似乎看见成效 极有可能打破英国统治苏格兰 已经307年的历史 英国女王的车缓缓开走 就在9月8号 当支持独立的民意被公布的这一天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还是赵丽 在苏格兰的一处教堂参加弥撒 首相科麦隆也不断喊话 要苏格兰人留在英国 说会提出更高度的自治权 不过来自苏格兰的民主党 就是对于这样的说法不屑一顾 如果 No Party's had any serious intention 9月18號就要進行歷史性的公投 大部分的蘇格蘭人擁有跟英格蘭人 不同的協同 語言 還有國族認同 三百年來的愛恨情仇即將要畫出清楚的界線 要求蘇格蘭獨立的聲浪不斷 9月18號公投結果即將出爐 記者Glas Karol整理報導 白你好 做要 不是 你